30岁的恋爱优异的外表已经不再是优先考量 因为更重要的是谈一场共创的生活 共同的理想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我们谈的不再只是恋爱 而是忠诚跟信任谈一场约定好要一起去实践的未来 今天分享5个超正的30岁成熟恋爱观 第一,去爱一个看见你优点的人 爱女之间必须互相鼓励 当你挫败的时候 对方如果是用正向的角度在鼓励你 就会两个人的状态越来越好 但如果他是批评跟指责 责怪你做得不好 提醒了你的缺点 那么你就会在负面的回圈里越陷越深 你的缺点其实你都知道 不需要有别人来提醒 其实在成功的人都有缺点 但是成功的法则是找到优点 然后拼命的放大 让你的优点去创造价值 而不是执着在缺点 不是责怪自己钻牛角尖 值得你爱的人会是那个放大你优点的人 引导你发挥自己优点的人 在你不自信的时候 他能提醒你的好 他记得你的优点 而且愿意赞美肯定你 他要真心觉得你很棒 因为人在被夸奖鼓励的过程中 就会渐渐变得有自信 关系就会正向循环 30岁的恋爱观会明白 如果一个爱你的人会批评你 也许他的评论是好意 但如果好意变成了你的负担 那好意就没有意义 你一定要远离那个总是否定你的人 远离一边说着爱你 却又同时让你感到自我怀疑的人 第二点是安全感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许多人会说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 我听了会错愕耶 因为如果你作恶多端 却责怪我的不安 那我自己练习心安 那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我写的书那女孩对我说里头有写到说 如果你不安定逃避沟通 不积极解决矛盾 经常笑失误中 冷暴力等等 那么一个原先安定的人 他有再多的安全感 也会被你撕裂 但如果你主动愿意分享生活 积极的沟通 那么原先再不安的人 也会渐渐被养成一个温柔又安定的人 30岁的恋爱 我们不会再被妖言获重 我们很清醒的知道 我会练习对你的信任 但同时你也要给我安全感 这是你的责任 如果你给不起 那么非诚勿扰 我们没有继续谈的必要 换一个观念证 有同理心的对象 第三点 我不会用爱来束缚你 倘若哪一天 你在我们的生活里 再也无法获得快乐 那么你可以自由地离开 我不会把你情缸绑架 不会让你为我负责 因为我有足够的能力 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 因为我有与你相伴一生的打算 所以才尊重你有 不需要我的时刻 不牵绊 就是我想给你的最好的爱 这是三十岁的我们珍惜彼此的方式 不是以爱之名的束缚 而是因为爱 因为在乎你的快乐 而给你足够的自由 我也坚信你的人品 你不会做出背叛我的事 余生是你晚点没关系里头 有一段话是写说 我在山上看见一朵花 我很喜欢它 但如果我将它摘下 它会死亡 那么不如 让花在山里自由生长 而我会经常回去探望它 不束缚 不牵绊 不强求一个不适合的对象 信任彼此的人品 正是三十岁之后学到的成熟恋爱管 有人会说我给你自由 但你可能会背叛我啊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要你紧紧抓住 他才不会离开你 让你抓得好累 那很有可能 但从一开始 他就根本不是适合你的 三十岁之后养成一种洒脱 就是 我会花光全部力气来爱惜你 但是呢 只要有一次 当你不要我了 就只要有那一次 那么我一秒也不会回头 第四点是 在一起 是为了让我们都成为更好的自己 余生是你晚点没关系 里头写说 要爱一个可以和你一起成长的对象 而不是我拉着你 只有步伐相同 才能走得长远 我们有各自的事业兴趣跟目标 我们不必把心力百分之百的放在恋爱上 专注力会分散在各种你喜欢的事情 三十岁之后我们都明白 爱情很重要 但它不是生命的全部 而是增加生活丰富性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共筑家庭 但不失去原本的自己 我们拥有这段伴侣关系 也同时保有各自独立的个体 同时的融合也同时确保独立性 不会因为爱情而把人生越走越狭窄 爱的世界很小 只有我们两个 只有一个家 但同时 爱情以外的世界很大啊 我们各自去闯 各自的持续变好 把在外面体验到的好 带回这段关系来丰富彼此 三十岁的爱情观我们所追求的 是两个对爱专一的成长型人格 最后一点是 三十岁之后不只是谈恋爱 谈的是忠诚信任跟人品 三十岁的恋爱不再只是陪伴 也不只是解决孤单 谈的是彼此的人品啊 我们必须学会清楚区分关系的优先顺序 谁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谁能得到你专属的偏爱 分享一个老故事 妈妈和你老婆同时掉进海里 你只能选择救一个人 那你要救谁 这题并不是万言无解难题 因为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救你的老婆 理由是因为救妈妈是爸爸的责任啊 你的伴侣是你的责任 爸爸的伴侣是爸爸的责任 你们都把自己的伴侣视为优先 这就是最公平的答案 我们不是父母生命的延续 我们是我们自己 妈妈虽然生下你 但该为妈妈负责的是爸爸 当父母互相为彼此负责 你和你的伴侣也为彼此负责 那如果妈妈离婚了怎么办 这时候呢 妈妈要负责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而不是把原先另一半的顺位 摆上儿子或女儿 摆上其他人 不能让孩子承担另一半的责任 友情亲情爱情 本身就有自己该属于的位置 一个优先顺序清晰的人 就不会委屈伴侣 来成全父母或是讨好朋友等等 如果你的人际关系暧昧模糊 界限混乱 把你的朋友放到伴侣的优先顺序的位置上 或是让父母跑到伴侣的顺位上 那么当你的伴侣还真的是很卑微 这时候你有再好的条件 那都没有意义 30岁之后你会明白 一个人的良好品性 两个人有相同的关系优先顺序 相同的对人际关系的界限的理解 这是基本的条件 没有好的人品跟专一 那么如果你的其他条件再怎么好 这个人也一样是零分 看到最后的读者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顺着在留言区做一个统计 如果妈妈跟伴侣 同时掉到海里 只能救一个人 那你会救谁呢 刚刚这一题 我给的答案是 救伴侣 因为妈妈是爸爸的责任 妈妈是他老公应该救的 那你是否认同这个答案呢 然后为什么 谢谢大家 我是黄山亮 我们到留言区 看看每一个人写的答案吧 晚安 对我写的书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参考资讯栏的购书连结 你可以到成品书店看免费的哦 因为我有请出版社 书都不要封膜 确保没有预算的读者 经济状况不允许的读者 也都可以有机会阅读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